大家安安 我是魚人 這一次呢 來聊一下算翻箱內容 就是 先前魚人曾經有過其他的翻箱 但不是每一部都有拍影片 就是 算是一個我使用這一塊 就是 FIOCO MEDEST TOUCH MINI-R 它的就是這塊無線的60%藍牙的技術鍵盤 一個介紹 就算是一個有段時間的使用 它算是一塊雙門口鍵盤 然後它是有藍牙功能盒 我們看到它使用的是櫻桃的軸體 但這一款比較特別 就是它台灣有進銷鷹紅軸 就是進鷹紅軸 然後它是雙模的 有線五線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櫻桃 它是櫻桃的銷鷹紅軸或進鷹紅軸 就是這一款的一個算翻箱 就是我隔了一段時間在重拍的一個內容 然後我大概開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我鍵盤本體現在放在旁邊 就沒有其他 這個是它的說明書 就是蠻方便的 畢竟它有 算三個語言 抱歉剛剛好像有點搭擱 就是它有三個語言 然後有簡體翻體 基本上你遇到狀況 看這本書都可以解決 算是一個很好的 呃 給人上手的一個 呃 介紹書也算是一個說明書 這是它的一個內容 然後 正常來講啊 如果你打開 它正常來講這邊會是放著 這樣子 就是它裡面會提供 呃 幾個替換鍵帽 就是你如果開啟DIP 會使用到這些鍵帽的更換 像我有更換過 就是 它的上斜線盒delete 我有換過 等一下我在鍵盤上 有想起來我會再提一次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拔劍器 就是拔劍器 一邊可以頂開鍵帽 但目前我不知道這個頂開鍵帽 它 做在這上面 但目前官方還沒有可以替換的鍵帽 你出這個到底能幹嘛 這個我還不清楚 官方的用意 畢竟它近期出的版本 也沒有再使用這個鍵帽 但如果 官方有出108件 就是正常108件的版本 我會 很期待我會打算考慮換 就是如果假設它未來有出 就是104件 給它 Majax Touch 的 一般鞋葉 或者是其他我們看到的 呃 令甲啊這些 如果它假設官方未來有出這種鍵帽 我可能會考慮 來開箱 假設有機會的話 反正獨耐一下 然後 這款鍵帽有個特色 它應該是Fuel Code第一款吧 同時支援 啊 蘋果 就是蘋果電腦系統 以及 Windows系統的鍵盤 因為大家應該有看到這個 command 這個鍵 好啦 那廢話不多說 畢竟已經這樣拖了 兩分鐘了 我們還是有正題要做的 然後線材 這個線材實際上是最常被嘴 很特別 它是粉紅色 這個 這個在我第一次開箱的時候 我實際上沒有在意 後來想說有注意到 但我就沒講 它是一條粉紅色的扎線帶綁的一條 我相信一米吧 一米長 1.2米長的線 然後官方最常被噴了一個點 它在這一款是去年新出的鍵盤 然而竟然還是使用 Mini頭 Mini USB頭 這個就 有點不夠意思 就是你覺得官方有進步 對它這次進步了 它更新從5.0了 而且它也是 Fullcode第一款使用PTT鍵帽 而且還是雙層雙色成型的PVT鍵帽 然而 你怎麼給個Mini USB 怎麼不是Type-C呢 這個是 很多網友會嘴的一個問題 這我覺得挺可惜 雖然我這條線我不常用 因為我還有其他 同樣也是 Mini的 就是Mini USB的傳輸線 所以我不常用 然後我劍帽留著 我等一下 去補一下先前 我在第一次開這塊鍵盤的時候 因為第一次開這塊鍵盤的時候 我是跟 新人界的 但後來 因為它沒什麼用 我就把它乾過來用 然後這是它的一個拔鍵器 我等一下來拔一下它的鍵盤 好我先把這個箱子先拿走 我把 本體拿過來 這塊本體實際上 我實際上 之前拿來當對比 像之前那個Holo的影片 就是BenQ Holo的影片 有興趣也可以點 我應該也會放上去 放在右上角 一併讓大家增一下流量 就是在那邊 我也拿過這塊鍵盤當增 所以現在打燈的 也是Holo的燈 就是BenQ的Screenbar掛燈 有點歪了 就是那個燈 有一個問題 好 想看這個比較詳細的介紹 歡迎直接點下方 我在芭樂版上有PO過文章 就在我小屋裡面 大家可以直接去看 然後有問題可以在影片流行 也可以在下面分享 然後喜歡的話 就麻煩就點讚訂閱 讓我或者是留言 讓我知道你喜歡 我這種翻箱的內容 就是偏廢話類的翻箱 然後我盡量剪斷一下它的內容 就是 剪斷一下時間 讓大家可以願意把它看完 幹得更詳細 好啊 我鍵帽 就不是鍵帽 我的鍵盤蓋 PUHONE它都會給鍵盤蓋 但 這款鍵盤蓋目前台灣 並沒有安獨販售 所以如果你像魚人在先前 呃 帶著出門的時候 不小心撞 壓到 或者是 被一些重物敲到 它裂開了 那你就只能拿膠帶 大約先黏一下吧 這個沒有辦法 所以我在上面 實際上貼了不少膠帶 以預防它的框架 再裂開 因為這個 我這個腳已經裂開了 我這個腳已經裂開了 所以 呃 只能黏 看起來很醜啊 但至少 它還是可以保持幫你 遮擋灰塵啊 幫你增擋水 這個實際上是你在 外面帶著辦公室 這塊鍵盤蓋是很好用的 就是如果你有 在外頭 有帶鍵盤出門的經驗來講 我覺得這塊鍵盤蓋很重要 就是鍵盤的保護蓋 我先放在右上角 好 大約來看一下這塊鍵盤 剛剛講 要給你看看它的那個 就是 我開 我有開它的DPI鍵 我只開了它的 三號鍵 把 這兩個 Delete和這個 斜槓鍵 兌換 因為這樣你在修置的時候 比較方便 就是你可以前修也可以後修 這個是比較方便 然後大約來看一下 長鍵的 長按鍵的布局 來給大家看一下長按鍵的布局 它長按鍵實際上還是使用龍鬥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還是用龍鬥 挺可惜啊 但是這一次很好拔 它這一次一拔就起來了 我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在拔它 它這一次還是使用龍鬥的設計 真身體的手感依舊還是可缺很亮 畢竟它是Fill code 這個沒什麼話說 而如果你想想看 這塊鍵盤使用的按鍵聲 就是這張按鍵聲 可以去點擊右探角 我有錄影片 這邊我不想說解敵一下它的內容 所以我就不放上來 不放上來 我先把它敲回去 因為我剛好鑡子不在手上 所以就 必須比較刻難的喬一下 這一次實際上我覺得它的鍵盤 帽很好蓋 就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只是大約喬回位置 然後 這樣 下去了 基本上只要位置喬對了 一壓就下去了 所以它這一次 整體的做工工 它可能比前幾代還好 雖然我還是會建議說 不要這樣做 不要這樣做 我可能會上鍵盤 這個 是因為給大家展現一下 所以我大約按一下 但聲音實際上沒什麼變 給大家大約聽一下常見聲音 好 所以它整塊來講 它這些 這幾個按鍵都是平衡種 1234 這兩塊不是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兩塊實際上不是 會晃 就是 晃得不明顯 但這個不是常見 這顆也不是 所以它1.5 5 1.75 長的 還是1.5長的這些 按鍵實際上都不是 平衡感 都是一般的按鍵 所以壓起來實際上手感 是不會晃的 而且還蠻穩的 就是它的常見實上沒幾顆 這一款鍵盤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DIP DIP的內容 我在88版上介紹比較詳細 給大家看一下就好 就是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可以停在這個畫面 然後可以大約看一下 而如果想知道它的確切內容 可以點擊下面 這個實際上是它的ID鍵 就是它的 產品ID 然後我現在電視關著 而在關著的時候 才建議辦 或者是把電池拔掉 才來辦這些按鍵 就不通電的情況下才來辦 才可以預防說你鍵盤燒壞 這個是一個 你必須要在意的一個點 然後 你只要搬開 裡面是電池 然後來大約聊一下它的續航力 它的電池 我使用的是 應該有一些人蠻熟悉這個品牌 就是國際 配上Sony的可充電式電池 我這裡我買了不少 就是 家裡用了不少 這樣講比較對 就是家裡用了不少這種電池 而在這種電池的情況下 我帶去研究室使用的情況 差不多 你可以使用差不多四個月 基本上就算是 如果你是大學生或者是碩士生 你日常使用的話 就是你平時在學校上課 或者是 在家裡使用 每個天差不多用五個小時 就不算很重度 算輕度使用 差不多可以用四個月以上 魚人的使用情況是超過四個月 然後它燈基本上還沒亮 但通常來講 你用超過一個值 你會發現它的藍牙會有點不穩 這個是 我遇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魚人遇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 它只要 電壓有點不太穩 我會建議把電池換掉 雖然它的提醒燈還沒亮 它的提醒燈在這邊 就是 這個電 好 那麼 大致上來講完它的那個 來講 來總結一下我對它的優缺點 畢竟 時間上超過十分鐘 就是後面 我大約優缺點 我盡快講完 我覺得它的一個優點 就是這種60%鍵盤的一個優點 就是它的功能性按鍵 所有的60%鍵盤 它的功能性按鍵 只要設計很爛 你基本上就噴死它好了 就是 它有一些設計的不符合人體工學 或者是不符合正常我們按鍵的習慣 這個是 60%鍵盤 你一定要 預防的問題 就是 它的功能性按鍵設計的一定要好 而這款鍵盤 以我目前使用 這算是我第一款使用60%鍵盤來說 我覺得它這個功能性按鍵設計還不錯 尤其是它有兩個F1按鍵 這兩個都是F1按鍵 在空白鍵的兩側 這兩個F1按鍵 可以讓你很好的左右手去切特定按鍵 就你不需要 為了壓特定的F1按鍵 你整個手需要 折很奇怪的角度去按一些奇怪的鍵 這個是 我覺得這款鍵盤的一個優勢 然後 來 看一下它的 算是我覺得一個優點 第一個是它的 功能性快捷鍵 但這個是需要適應 就是有人覺得你必須要在意的一個點 然後 第二個是它的這個快速切換按鍵 以及它這個 USB 孔 它的快速切換按鍵在日常使用下 如果你有很多台電腦 或者是你同時在家裡有多個設備 它很好用 就是這四顆 這邊的U 這一顆是它的有線連接 你在有線連接的情況下可以啟用前面這個USB孔 這個USB孔可以幫你接 例如說你的 傳輸一些資料 就是如果你在有線連接的情況下 它可以當你的USB孔 或者是 讓人家接收筒 就是你的 滑鼠的2.4孔 也可以一併裝在這上面 這算是一個優勢 但畢竟它是迷你USB 我覺得可能 或多或少會有一些狀況 畢竟 迷你USB的傳輸效率實際上是 遠不如我們現在手機常用的Type-C 這個是大家要 在意的一個點 這是我覺得第二個優勢 就是它可以快速切換 多個 記憶模組 而且如果你想要更換的話 譬如說我現在是在E 我電話關掉了 抱歉 馬上含了一批 就是你在E的情況下 它上完 這樣就連接了 所以打字是會有反應 這個是你連接上的情況下 然後你如果要長久連接就是酒壓 酒壓之後它會開始閃爍 閃爍了你就可以用你的電腦或用你的手機去連接它 它是支援手機的也支援電腦 然後它BIP鍵當中有一個是把自己切換成Mac專用 就是5號鍵 只不過我覺得它BIP還有一個更新 就是如果官方有看到這支影片 我覺得應該很難 可是它BIP鍵我覺得有些可以更新 像它這個方向鍵 它這個方向鍵 我看一次真的是氣死 你SHIP鍵可以不用設計 左鍵的SHIP鍵不用設計那麼長 你可不可以再多給我一個 呃 例如說 斜槓鍵也好或怎樣也好 讓這邊可以直接變成一個方向鍵 就是 AirStyle那個設計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你就把SHIP鍵切成兩個 然後讓我開DPI的時候變這幾個鍵變成方向鍵 不然你用中文使用的情況下 像我用中文疏忽法和英文疏忽法都會 但 再來如果你使用中文疏忽法的情況下 你那個 EARNO EARNO 那個字喔 你就是必須要按著FN打 不然的話它就變上 然後你一上你字就亂掉了 就是你字就 失誤會有一些問題 就會 就會有那個錯誤提醒 會受不了 就是這個我覺得是 假設它MIA-R下一代有更新 我覺得 官方考不考慮把SHIP鍵切半 讓這邊可以獨立有一個方向 有一個方向性按鍵好不好 這個是我覺得 一定要對官方 方建言的部分 就如果假設它沒有看到這個影片 或者是你認同這個觀點 慢慢沾付出去 我覺得MIA-R的這個小問題 我覺得是要討論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方向鍵的開關 就是它有個4號鍵開關 這個4號鍵開關 真的是最大的缺點 這個我等一下會再提到 我覺得第二個是它的 這個快速切換 第三個就是它的曲面 就是我把話題撤回來 第三個我覺得它的優勢 是這個曲面的鍵帽 因為這個曲面鍵帽 可以讓你的手指很好的 放在特定按鍵上 你放在對按鍵上 那個手的 不會有那種各手感 就是它是很舒服的 就是你放在正確按鍵上 它是很舒服的 不會有那種 刮手啊 或者是歌手的狀況 畢竟PPT鍵帽都 或多或少 會有這個問題 但你只要放在對的按鍵上 它是很 很容易可以放在那個按鍵上 所以不會有歌手感 所以它的 我認為它算是一種指向性的 你手指放的 準確度會提高 就是待機的時候 打字的時候 它都會提高 這個鍵帽你適應 它就不會是個缺點 那如果不適應 那可能會有缺點 但我還是一句老虎 如果官方願意出在 其他我看到Fillcore的一般鍵盤上 就是它有單獨賣這個鍵帽 我會考慮賣來收藏 就是 我覺得這個鍵帽設計是對的 就以我近期使用來講 我覺得它這個鍵帽 我越用算越喜歡 然後講一下缺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價格 它價格太貴了 五千元台幣 這以機械式鍵盤來講 雖然它是雙模的 但價格我覺得 可以再低一些 可能是因為官方 做了這個PVD的鍵帽 第一次嘗試做這個雙層 以及更換了這些 第一次開模的關係 價格提高 我覺得希望 官方如果未來 降價 降價應該很難 出下一代 價格再低一些 我覺得可以更輕盈 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 它的這一個 就是剛剛講到 它這個方向鍵 它DIP鍵的那個設定 吼 吼 就是它DIP鍵 提供它上這幾個鍵 就大家應該有看到 它有刻 在你FN鍵的情況下 這幾個鍵也是方向鍵 所以你也不需要擔心日常使用 使用習慣 這幾個鍵可以當方向鍵之外 這幾個鍵也可以 就EAS DF 大家應該有看到 抱歉 剛剛手好像拉出視野了一下 就是這幾個鍵 也可以當方向鍵 就是你按在F針的時候 都可以使用方向鍵 這邊也是方向鍵 這個很方便 然後 就剛剛講 它開啟DIP4的時候 就是這個快捷鍵 DIP4搬起來的時候 我把它電關掉 把DIP4開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面臨一個問題 它會把這邊取消掉 我不知道為什麼官方要把這邊取消掉 但它這邊使用 就是它提確變方向鍵 你要FN才會恢復成原本功能 但它有一個我覺得蠻糟糕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是中文使用 就剛剛講過 它的N 就是 雖然N不常用 但如果你 打字 你是打文章 像魚人近期開箱 就是先前開箱的時候 用這塊鍵盤 它這個N鍵 你真的會把自己吸封 這個是我覺得 你是必要在意的一個點 就是如果你要買這塊鍵盤 我覺得這個是它 第二個我覺得 比較明顯的缺點 然後 來講一下它藍牙連接 它藍牙連接 實際上趨勁不會有延遲 就是 你電池 差不多用一段時間 就像我用的是充電電池 差不多四個月 之後它會 偶爾會有炫耗不好 就是它會有 連接會有纖維的 延遲 算延遲 或延遲 的狀況 我會建議你把電池換掉 換掉之後就會恢復很正常 然後 最後 算是 對WINS WINS有抱怨 雖然 據說官方好像更新WINS一了 但還是要抱怨一下 就是 WINS它偶爾系統更新之後 它藍牙會有連不上的問題 你就必須要重連 雖然這塊鍵盤 重連很方便 但WINS它偶爾重連的時候 它不會在 連接上跳出數字間 所以你就變成像要 在哪一塊鍵盤 速度四個PIN碼 例如說 0000 或1234 你速度之後在這邊還要再打一次 就很蠢 這個我覺得是 WINS我覺得 雖然WINS要改進 而不是這塊鍵盤要改進的地方 而最後就剛剛講到 如果你假設 未來你考慮這塊鍵盤 或者是 官方未來可以聽到一些 玩家的形成 或用戶的形成 我覺得 你SHIFT很麻煩 可不可以切成兩半 讓這邊可以有一個獨立的 就是你開啟DIV4的時候 這邊可以有一個獨立的方向性好不好 這我覺得是 官方可以做的 我覺得 要建議 第二個是它的這個 它的CAP LOCK 我把電打開 我剛剛為了預防 壓一壓誤處 我把電打開 就是它CAP LOCK在按的時候 它這裡分明有個提醒燈 但你必須接有線才會亮 但我覺得啦 就愚人覺得 你在正常使用的時候 你可不會 按一下 例如說 閃爍一下 讓玩家知道 喔 我現在是大寫狀態 再按一下 閃爍可能很下 或者是 呃 長亮一秒短 亮半秒之類的 就是讓玩家知道 你現在是開起來 是關閉的 這有時候你在使用 或者是你可能是 對著搞在打 就例如說 你可能桌邊上給他一片搞 你在 對著打的時候 你可能沒在看螢幕 這個 它並不能提醒你說 你現在是開大起來開小起來 這個我覺得是挺可惜的 這我覺得官方未來可以改 這兩個點我覺得是 愚人近期 使用 就是用了差不多半年 後來我都在用RF 那個 四個月或半年之後 我再來大約聊一下 我長久使用了新的 這算是一個 長久使用的翻箱 就我盡量縮短 雖然也是講了二十分鐘 就算有很多廢話 但我應該也會接章節 然後大約就是提完 就我覺得這算是一個 你如果想買這塊鍵盤 我宇宙星坦告訴你 必然要 就是要在意的一件事情 好啦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 就這幫你大家 就該訂閱訂閱 該按讚按讚好不好 就這樣 簡短 就是 這塊鍵盤的內容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我未來應該還是會持續拍攝 畢竟我也買了好幾塊鍵盤 我也實際上輪著在用 也有 偶爾放在 研究室 偶爾放在家裡 就是多塊鍵盤 輪著使用 的狀況 所以 我會盡量告訴你們 這塊鍵盤的優缺點 就是我真心的 認知啊 就是我也不太 刻意想潤稿或幹嘛 好 那麼 大戰這塊鍵盤的內容 就在 這邊 就算告一段落 而如果你想看 開箱內容 我也會放在這片 影片的下面 想聽他打字內容 右上角 然後他一些 奇奇怪怪的 其他款鍵盤 包含其他塊 FUCO的鍵盤 的一些 按鍵聲音 我也放在右上角 為了有這種影片的內容 我也放右上角 就是影片的快的超完結 好啦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 就 二十來分鐘 趕快把它結束掉 就不要再廢話 好 就這樣 那我們下期見吧